好那我们来聊聊现场的我们这三部重机 首先第一部B&W的S1000RR 来 加飞猫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台车其实我很幸运 我拥有过三台同款的车型 那它是B&W的第一台仿赛车 因为B&W在2010年之前 他都是做比较复古 比较适合上山下海的休闲车种 那当时因为国际策略 B&W突然想要做一台可以比赛的车 那其实你会抗充在车上看到很多日系跑车的身影 在这之前B&W他们习惯使用前面多连感逼震 那后面采用传动轴 可是这都不是赛车他们想做的事情 所以当时他这台车 其实是仿造了很多日本人打造赛车的经验 他打造出来的 那不过他最特别是因为 B&W大家众所揭是他M-Power的科技 M-Power科技他从电脑的监控 那以及这些从节气门电子控制系统 那他把这些系统导入到摩托车界 那这是一个创举 当时没有一部2010年 没有任何一部摩托车 拥有一些电子配备 那甚至我今天带来的这个2016最新款 他还带有电子悬吊 我们所知道这些都是汽车的科技 可是现在已经很普及在摩托车上面了 听起来好像真的就是跟汽车一样 而且这些配备你听了也耳熟 对啊 电子避震器 等一下我们后面还会再继续聊到 尤其是这一部 我们必须提一下 今年的台湾大赛车 听说前几名就是一样用这一部车 对 我自己很幸运今年参加台湾大赛车 因为是使用这车款 我从去年开始参赛都使用S1000R 那这部车我觉得他的 在台湾大赛车优势就是我们刚所说的电控 那电控系统 比如说今天车手他的油门控制不佳 电脑会自动帮你修正 所以我们从这个数据上面读取的时候 手把的这个开度可能是80% 可是他侦测到你现在是大轻轿 不能那么大开油 他就帮你修正在引擎上面是60% 我觉得这一个科技让很多新手接触 S1000R就可以变成好像是赛车手 我说坦白的我的技术也没有好到很夸张 可是我骑了这一部车第一次比赛 我就拿到颁奖台的成绩了 所以等于是你跟另外一个教练 一起来比赛的那种概念 是 对 所以我觉得S1000R他在摩托车工业里面 他算是帮助这个产业 让市售车更高规化的一个产品 那我要请问一下 刚才阿布说他那个前面那个头灯 为什么一大一小大小眼 这样会有影响吗 其实这个大小眼的概念 其实还是从德国的设计师他们着手 因为在现代化设计里面 开始有一个不对称美学 那BMW其实一直很讲究在不对称美学 他不只S1000R 他其实很多的车系都是走不对称的大灯 那甚至BMW他连左右枕流罩都用不对称 那这一款S1000R他最特别是他不对称 是有空气力学的 他从左边带 这个冷空气进去 又从右边把它散出来 所以他在这个整个空气力学搭配不对称 其实是很讲究 所以其实重机可以这样设计 我等一下要问一下家伟哥 就是如果要是汽车大灯是一个大小眼的话 会不会影响安全这件事情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刚才 就是有看到小绿最左边那个叫Kawasaki Kawasaki的什么石什么东西 ZX 很难练 我都记不住 他有两个很像我们外出的那种 就是你知道喷那个法胶瓶 法胶瓶 真的我有两个跟他长得很像的 请问一下放在前面那个 很像法胶瓶的是什么东西 就让Ben来回答一下 OK 好 因为这个其实是新一代的一个避震器 日系这边有一个秀娃品牌 那他就针对这个要跟欧系竞争 所以他出了这个高阶的新的避震器 然后他这避震器叫做BFF 算是一个很顶级的 那他那个瓶子呢 他就是有效的让避震器里面的气 跟油分离 那让他的作动更不会像过去的 传统避震器油气会混合在里面 然后让他效能更好 分离的作用是什么 就像阻尼一样的意思吗 对 他就让阻尼的工作更单纯 不会跟油气中间 因为油的分子跟气的分子 其实不同的 所以他在分离之后 他的效果会更好 那这部车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呢 因为其实在日系的四大厂车里面 那Kawasaki算是比较性格的车 如果先把欧系的一些车款拿掉的话 那一直以来 Kawasaki在动力方面的表现都是最 最有特色的 对 那其实过去呢 Kawasaki在Moto GP曾经参加过比赛 但是后来他撤出了 但是他投身到次级的这个 用这个现行款的赛车 就是他的外貌其实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样子 来比赛的WSBK 那他过去三年在WSBK都拿到冠军 包括今年到现在还是处一种 完全领先自霸的状态 这个概念是不是他本来是大联盟 后来去小联盟这样子 对 有点这种概念 因为其实Moto GP 这样我就听得懂 其实Moto GP他并不是现在大家看到这种车 他是针对比赛去设计新的这个比赛车 但是WSBK呢 就是大家看到现在这些车去改良成为赛车 对 所以如果你要评比 街道上的赛车的强弱的时候 你就要用WSBK来看是最最准 所以我可以很霸气地讲说 Kawasaki是最强的 还是不把另外两台看在眼里的意思 那我要问一下小贾 因为其实现场这三台车 它其实都有日系也有欧系 那你怎么看待这三款车 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是不是真的就像Ben讲的 他认为Kawasaki是最强的 如果以目前WSBK的表现来看的话 确实Kawasaki目前是最强的 可是如果我们把镜头拉到Moto GP的话 HONDA的地位目前也是非常的强势 没有人可以很轻易地说出 我可以跟HONDA来比拼 那CBR1000RR它在日本当地 其实可以看到从车手从小培养的时候 它一系列的车系 从250cc 600cc 1000cc 它其实是很基础的训练车种 那所以它当初在开发这台车的时候 它的宗旨就是要让一般人 不会骑车的车迷朋友 可以很轻易地上手 那即使到了1000cc的DBR 它也是希望可以让业余车手或是职业车手 任何人来骑这台车都可以很轻易地上颁奖台 那再加上它其实在车子在演化的过程中 越新的车一定会有越强的战斗力 那1000RR它在2017年才开始把电控加入在车子当中 那它原本就已经很好上手的特性 再加上这些电子配备进入 那它的战力就大幅地提升 所以我们可以从今年的耐久赛 或者是说从去年开始的ARC 250cc的比赛 HONDA的表现都大幅地领先其他的车辆 那在今年的法国的耐久赛 跟德国的耐久赛 1000RR也都拿下冠军的成绩 所以我们也期待7月份 零路八奈 那HONDA的表现是不是能够打破 之前YAMAHA R1创下的场地记录